哭过 笑过的留学岁月 您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 背负着家人的期待 远渡重洋 出国留学 在澳洲刻苦奋斗日子 在澳洲年轻奔放的岁月 让澳洲留学心情点拨 记录你在澳洲留学的真实点力 哈喽所有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工艺赞助 在澳洲留学网路电台播出的节目 我是Eason 今天这集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另外一个国度来的朋友 他今天用他自己本身 刚刚念完书 真的是我要跟他说 因为他已经毕业之后 准备在澳洲展开 他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生活 今天邀请到Henry Henry你好 你好 首先Eason真的要恭喜你 因为已经结束你在求学这阶段 这阶段大概有经历有多长时间呢 我是从高中就来这边 所以算起来有七年吧 大概七年 哇有七年这么久的时间 那这七年下来的时候 你这念书的过程都很顺利吗 还OK 还OK 有没有经历过 其实呢 在收听我们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有一些朋友呢 他可能就跟Henry的状况一样 就是我们讲 口中所谓讲的小留学生 他可能是在国高中的时候呢 就已经出来 你刚才来的时候 有没有所谓的适应不良的问题 生活有点无聊吧 生活有点无聊 就突然 因为我是从香港那边生活 就是很精彩嘛 去哪里就很方便 对而且夜生活又很精彩 然后大家的作息都很晚这样 然后突然来到这边 Homestay就是突然间要我六点吃晚饭 九点要去睡觉 就作息很正常 很正常非常正常 就有点实验不过了 对如果呢 我在听我们节目等的话 那父母亲应该觉得蛮高兴的 就是说到澳洲这边来的自己的小孩呢 除了可以学习独立之外 生活作息也变得很正常 就不会有太多的夜生活 而且这边的生活呢 我们不能说单调啦 就是说这边变得相对来讲简单许多 所以呢 如果有些朋友可能 包括连你自己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有个重新的生活 或是父母亲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不一样的学习环境的话 我觉得澳洲这一点倒是真的很大的吸引力喔 那你来这过程里面 这七年下来的时候呢 除了你刚刚说这个高中阶段是在这边念完书之后 你就马上衔接大学的教育吗 呃 算是吧 因为我就是高中成绩不太好 去念了一年级续 嗯哼 呃 不算是直接去大学 但是也没有浪费时间 是 以前这道大义还算是大义的 跟也是跟所有朋友分享 就说在澳洲这边的学制里面 就说如果你觉得你的高中成绩不太理想 或是你觉得你的语言状况不太理想的话 很多人会选择先念一个Depoma 就是不过时间是紧一点 嗯哼 一年有三个学期 你那时候在念Depoma的时候有念的很辛苦吗 呃 因为我是念了三个学期 没有只是两个学期 所以不算是太辛苦 不会太辛苦 这样子一个学期要修多少学 因为我是挂课 所以四课四课还有三课吧 四课四课三课 哇那其实算是有点还蛮重的 对对对 就会不会觉得 因为我有赶 我有赶这是第二年 不用浪费时间 第二年直接 直接去大人吧 嗯 好那那时候你在念书的 呃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刚刚讲说 你不小心有挂课出现 那那一阵子在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功课啦 包括连你的要教的 Pujet有很多 呃 Diploma的话我觉得还好 那些功课 跟大二大三 比较就是 论文不会写那么多 我可以直接问你吗 那时候会挂课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 是因为觉得语言上的问题 还是课程比较难 课程比较难 就是呃平常功课分不高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呃 期中考试就比较有点难 所以平常老师也会就说 出这个homework给你的时候就说 呃这homework也是算在我们平常成绩里面 比如说如果你可能期中或期末考好不好 就从你的homework里面去做平均 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边也提醒很多朋友 呃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哪里学 好像都是这样 老师就会看你平时的表现 然后来决定到底说 我可以这边可以帮你加多少分 比如说你可能平时表现的都很不错 但是呢其中期末考可能考稍微比较不好 因为人懂会有一些状况嘛 老师就会试试的看你的其中的表现如何 那如果你呢 这平常的表现都没有很好 然后其中期末考表现也不是很好 我们第一想到那可能就直接会被fail 对我们讲的就被fail 就不及格了就被当掉了 好就当掉你就要重修 以上节目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公益赞助 如果您对以上的节目内容 有更多想了解的地方 您可以写信或到我们的官网 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有专业的移民专家 以及留学顾问与您进一步联络